上個25年 似乎特區政府說多就沒有什麼交課 李家超政府 大家覺得是否有一個改變 會不會有一個差別 大家有否信心未來的25年或至少這5年 可以有一個更大的改變 大家是否看到這件事 我們對家超特首當然有很高的期望 而且這種期望是希望可以有結果出來的 正如他以結果為目標 而且中央政府對於香港老大難的問題 住屋的問題 貧窮的問題是很關注的 所以無論他行不行 都要行不行 無論行不行 都要逼他做些事情 我猜未必能夠立竿見影 但會有一些進展 尤其是土地房屋的問題 他現在和過去的做法有點不一樣 不知他的結果是怎樣 但起碼他改變了一些做法 就是他更加統籌起來 李家超未來幾年是會成功 一定會失敗 現在客觀來說是要做一些要看一看 但他起碼到現在 他說出來的一些方向 有一點是可取的 他強調就是要以這個目標 以結果為一個目標 而不是以一個程序 是否符合程序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在土地問題上 如果你和香港政府的官員去討論 甚至不是土地問題 在其他問題上 說來說去 到後來他會說自己沒有錯 為什麼沒有錯 因為他的行動完全符合程序 你符合程序是對的 我不是故意違反程序 但是符合程序是不足夠的 你符合了這些程序之後 拖十幾二十年都做不到工作 這就是浪費了 超哥很高超 但他始終不是超人 其實我們長遠 他不可以凌駕到很多東西 譬如傳統的意為方式是想法 密地也好 各種社會民生議題也好 如果我們一天不可以協助到他 在這五年期間 甚至更遠 去突破這個框架 這個傳統的思維方式 去做任何事情 始終我們都不可以達到 他的結果為目標 因為當他想向結果出來 可能有十個專家 沿用那一套都會說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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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們就突破 一定要突破這個框架思維 我覺得那二十五年 有些發展到一個什麼程度呢 我覺得施政 或者施政就無盜 議會就霸道的狀況 無盜是什麼呢 就是他想不到自己想怎樣 然後所有事情就跟著程序去做 以程序為主導 而且在程序上再加多很多不同的程序 條條框 令到整體上官僚 是讓自己覺得最安全 但是社會的問題是沒有辦法解決的 那議會就霸道 所有事情你什麼都握著 然後呢 所有事情基本上 政府 走來議會 議會不OK 所有事情都不做 那你變成這種情況呢 整個行政就是看著議會做事 加超 即是新一屆政府呢 他真真正正拿回一個行政主導 而議會呢 也都是有一個配合 或者是一個理性的議政 去協助政府去施政 所以我們 在整個格局上面 在新開局之下的情況之下呢 我覺得是 情況是理想的 所以我會看到 這麼多市民 對這個政府重新 拿回一個希望出來 加超 他會不會成功 我自己看呢 其實他有天時地利人和的 在今屆政府裡面 當然做多五年是會更加好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 完善選舉制度 立法會其實是 相應是可以配合到政府 去改善施政的 這裡 起碼大家看到 我們在立法會裡面 一些的批款 也都是 就是少了拉布 也都是 容易了 見得到的 再加上 剛才說 如果以結果為目標 加強行政統籌 在行政方面 再協調好一些 壓縮多一些 其實 一個火的項目 是可以 四至五年的時間 是比以往縮斷 所以 我自己認為 是 有信心 在加超之下 房屋會比以前好 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 記得留言讚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訂閱幫趕出聲頻道 按這個小鐘仔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一條新片了 請問一下 有信心 感谢观看